最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小蜜蜂澄澄 我们今天打算要上林安西接三叔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 其实我三叔没什么大毛病 其实早就已经出院了 为什么没回家 就是现在不是冬天吗 冬天家里没什么事 然后我和我爸就带着就是喂喂上面的狗啊 和鸡烧烧炉子啥的 我三叔正好没啥事 在下面我小姑家在里一样 在我小姑家住一段时间 住两天,多玩两天 没啥事就没回来 所以早就出院了啊 感谢朋友们关心 谢谢谢谢 今天就去接三叔去 这不又下雪了吗 前面那位帅哥 哎呀这不我爹吗 哎呦我的天呐 老远一看我还没谁家帅哥呢 你年轻跌到你意思了 这身材看了 小腰溜枝的 看来看来这个这个针灸没摆住啊 哎呦太帅了 这我爹 这一路上走走听听顺 这少年漂流的痕迹 卖出车转的前一颗鲸 有些犹豫 不仅笑着景象 亲切人无法避免 而长夜的天 依旧那么暖 风吹起了从前 三叔 想吃啥回家给你弄 咱还啥不想吃呢 买的好吃 我今天买的一坨 吃不下乎 吃不下乎 对吧 买这个东西不就知道 三叔 我说今天下来接你 人家网友这两天天天在我视频下面评论 说三叔什么毛病啊 怎么还没出院呀 就这么长时间 你已经在我视频里头消失好几天了 是吧 对 今天露露面吧 你说实际上我们早都出院了 就是在小顾家多玩了两天 对 进城里了 不愿意回农村了 进了城不想回去了 他是嫁的 想嫁的 我三叔刚才跟我说 时间长了不回家快想家的 我说一个空房子有啥好想的 我三叔说那也得想家 那也是假 也说得进我 引我不如自己的小狗 对 在自己家舒服 随便 心里踏实的意思 外边心里不踏实 也不是心里不踏实 也计是个家 你给人家带着面 那是个内衣 那在楼上舒服又暖和 就像师傅长了也去回家 师傅长了就是想家 就是想家 回来接着吃饭 三叔你的帽子是足的吗 哈哈哈哈 四百块钱一天 哈哈哈 三叔是不是还在回家好 回家得劲是吧 得劲 得劲 舒服 回家就是乖冷得现价炉子 喝点 中午就简单对付一口 喝点小米粥 吃我妈蒸这个大馒头 炒了一个萝卜丝 猪蜂 猪蜂 还有炖的蒜菜 切好那天 趁水走了 啪了起来我就跑进去了 对 再跟朋友们说一下 我们三叔是有一个大儿子的 他是在北京上班 然后回来那天就直接上医院去陪床去了 就没回家 所以视频上就没录上 然后我三叔就是出院 人就赶不回去上班去了 所以就没落落出镜 其实咱家老朋友知道 就是我之前不录过一个吗 说我哥哥我哥哥哪个 之前我拍过一集 我三叔家哥哥 老朋友都看到我 好了朋友们 我们要先吃饭了 不聊了 拜拜